《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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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经文 上一次讲到肚猪众生 《复现幻力种种变化度诸众生》 这一段是从若诸菩萨以极尽会 《复现幻力种种变化度诸众生》开始的 就在这个根本的晋身圆战 心者已然真正看到大决心体的晋身的圆战的根本的面貌 所以在如是晋身当下 那既然是一心的晋身 那当然就在这个晋身之中 它能够还复于一心 所以叫复现幻力 那还复于一心为什么叫幻力 因为就在这个晋身圆战处 它能够启成一切随缘的大明 那随缘的大明中 事实上它是根本无作之力 因为从觉入觉就是无作之力 觉在现觉其中根本无造作 没有任何的种种的 事实上的任何的是 以众生的之间上的计量的 所有的一切妄想妄动 它就是根本的自信之中的本然的流出 但就在这本然的流出之中 它似乎就能够成就一切众生之间上 以为的所有一切的幻作呈现 所以以为一切的游动 一切的妄动 一切的幻作 妄动幻作 其实就是大决心体之中 根本无作必定能随缘的种种成形而已 所以那叫复现幻力 所以讲到这个幻力时 是真正你已经已然就行者 真正能够明白 绝体的晋身圆战而已 但在这个上面 毕竟是一心的晋身 所以它在晋身之中 当然能还复一心 所以在还复之中 它就能够深入心中 必定能够担当 所有一切缘起变化的种种的作用 这种作用当下 你不能说它不能够成就一些作用 但你不能说它真有如实的妄作妄为 那在一切的成就呈现上面 如何解释 那不过就是幻力而 就是幻力而 所以叫做复现幻力 复现幻力就是它真的能够深入决体 能够担当一切 所有一切缘起绝召现前 那么在这种缘起绝召现前 就看到就是随着种种差别变化当下 就是从大决心体能够入圆的种种一切的 所有一切从决入用的变化的当前 所以那叫种种变化 决要是不能够入一切决 不能够堪称为大决 既然是大决 决就能够入一切决 决在入一切决时 其实就是大决的根本的决体的作用 所以就在大决的根本的作用之中 你要以什么法中才能够体会如是大 它要入一切变化之中 入一切随缘的一切呈现之中 你才知道它的大 所以这个大中 它是根本没有变化的大 因为它从来不适于如是大 但是在这个大中如何知道它的大 它是要在一切变化之中 你才能够明白它的大 所以大中自然就具足一切变化 因为变化故 所以你才能够知道它的大 众生若是真有一孽 心中若是真的有实可得 那就不能变化 若不能变化 你不但还不知道一切缘起 你甚至于还暧昧了知心 因为不能变化故 不能变化故 你的知心就是守在 守在那一个就是永远你感觉到那种那种定格之中 那反而叫知心暗昧 知心永远是圆明的 知心的圆明就在什么 就在它插挪插挪的变化里 因为你在插挪插挪的变化之中 你才能够知道知性盎然 但是就在这个插挪插挪变化上面 你体会的是知性之中 从来不变的知性盎然 但是你讲到这个知性盎然时 你是看着一切变化的 这些道理行者要明白 你能知道知心盎然处 是你知道已然知道知心根本不变的盎然 因为它都是它的盎然 它怎么会有变呢 但是这个盎然之中 你在什么地方说它的盎然 一切变化中说的盎然 所以你在变化说盎然时 你是明了不变 你在不变说盎然时 你是担当有变 深入一切变化 那时才能真正明白 决体的变化就是如此 种种变化 所以就在这种种变化之中 你就在这个决体上 量度量计量现前所有的一切众生 能看到一切的缘起的作态 一切缘起的所有一切呈现 就是度主众生 因为缘起当下就是一切众生相 你能够在自己心头之中在决体当下 你能够真正已经体会决体的近身原战 这叫致敬礼 叫极尽慧 就在这个极尽慧 当下明白这些近身原战 你当然能够什么 你能够站在决体上 明白能够呈现一切众生处 你当你明白呈现一切众生处 就是你用如实的智慧 在度尽一切众生处 这个度就是什么 就是心中的度量 就是度量 你心中有如是如法的度量 你才能够度尽一切众生呢 你要是最初你连决体的度量 都不站在决体的度量去思维 去思维一切从觉所现的一切众生相 你自然就被众生相的怪力所束缚 被一些幻觉 从此以后就成就种种阻隔 就在这个上面 所以你永远度不了众生 你不要说你看到眼前其他的第三人称的众生 你度不了 你自心之中的众生你都度不了 随起一念你就躲在众生相中随处流转 就是因为随起一念随起一念 你都落在众生相中随处流转 所以你这名字我们的名字就叫众生 我们的业力就是众生业 所以就打在一起一块就叫众生 就全成全成众生 相当于你如何度众生 你明白这个心中如何度众生处 就是你教化一切众生 如何度众生处 他懂得他度众生处 也就是你帮助一切众生 度尽一切众生时 这才是真度众生 那这种度众生是真正能够什么 你现在心底深处你是真正明白这个度众生 绝无虚狂绝不虚假 因为你已经体会绝体的作用 你将来自然就能够站在绝体看到一切感受 当你能够明白一些感受时 你不是像过去的凡夫一样 一定是躲在一些感受流转的业力 你明白感受时 你反而是超越一切感受业力的智慧 你为什么能够担当这一些感受 是因为你最初行者在最初修行时 因地心中修行当下 你就念念之间都在大绝体上思维 你在思维绝体的作用 就是因地发心 就能够就是在绝体上的 所以整部圆绝经就在最初 文书施利菩萨问佛 所以十方如来 本所因地 这如何发心 都是圆兆清净绝项 永断无名 那圆兆清净绝项 要在哪里圆兆 不就在你现前的感受之中吗 在你现前的感受之中 凡夫就在感受之中 流转在感受当下 纵然是有心想要解脱与感受 他还是被抓着感受的势力的 这种身后的感觉 所种种的处理 那这样的所有的一些行为 是根本 这样的一切的发现 是根本走不出感受的 因为他毕竟还被感受的 妄觉所束缚 佛门中的行者 就在你过去流转在一切 众生业感的 这么样浩瀚的业力 感受当前 你要念念之间 你不站在感受上面 有所思维 说解脱不解脱 都不是在感受上面寄了 你是念念之间告诉自己 能觉得感受的是绝体 虽然感受现前的业力 如是强悍 如是这个 这么这么样的强烈 势力那么强 但这么强处 我都要明白那是绝 我都要照现它是绝 所以当你将来 你会发现你真正正到如是绝时 感受依旧在前 一切众生感受依旧在前 但是因为你知道是绝 一切众生感受现前处 它也就是业力消邪处 过去你妄想的业力消邪处 这才是你将来大明处 不要说绝体是这样子 我们在一般的时候 佛门之中常常讲的 生生灭灭 这个灭灭生生 生命二法 都是佛门弟子 一直在这边不断的思维 所以在经典之中 尤其是汉传佛教里面 常常跟众生讲 跟行者讲 不是众生讲 跟行者讲 无神献身 生而无神 但在这个上面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体会 这句话怎么如何解释 是因为行者 你你之前不在 如是大绝体中 做种种思维 计量度量骨 大绝体中 你要在众生的感受当下 那都在哪里说生 就是在现前的感觉之中 方有生的感觉 那离开感觉 你如何说生 所以在大绝体中 都是陷进一些 众生的种种感觉中 然后说种种生机盎然 众生的感觉 你不要一定抓到第三人称 就是一切随缘的众生的感觉 它能够呈现一切作用 那是生基处 但是你仔细思维 在种种众生抓住 所以末生的感觉 以为是生的那个感觉里面 若是没有根本 绝体能生的亲民 它根本不能立生 它自己不能生 为什么它都是插罗生灭 它自己无所谓生 你正在觉得它生时 它已然是灭 你甚至你觉得它生时 你能觉得那个心 都不是你在所谓 所在那里嫉妒的那一念生 但是你自己仔细思维 那能生的心 若是没有眼前 你所谓一切众生 过去以为有生的种种 插罗生灭之中的感受 它没有这些感受 但你也没有 你也找不到 能生的作用 性得在何处 能生要讲一切 它根本不能生的种种 插罗的生灭的妄觉 它能够陷进一切生机 那一切根本不能生的 种种妄觉的一切生机 它根本也自己不能生 它都是要在能生的 根本亲命之中 才能现身 所以你仔细思维这样的 你在讲生死 在讲到一切事件 感觉到这些生态 生气盎然处 你居然会发现 你没有依法到可以 你没有依法 究竟可以立身 你生在哪里 生在你眼前感觉到生机吗 不是吧 对不对 因为你感觉到当下 已经是插罗生灭了 它自己不能生 那能生的都是大觉体中 随缘的感受才是生 所以它能够为你 崛起心中的感受 也能够为你崛起世界的感觉 但是世界的感觉 这个觉中它要没有 眼前这些生命 你能够找到这一念生吗 也没有吧 所以你会发现处处不能立身处 不能立身处 这表示你在任何上面 不在妄直处 在这个无身处 你才能够了然一切 世间的种种 身德 身极 你不在上面更做种种妄直处 心中明白身相之中的无身 这个无身是心中的豁达 再也不在众生妄想的种种角度上 处处执着哪个是身 那凡夫众生当然是抓着最末少的感觉 那二圣行者外道众生可能就抓着 他以为还有一个绝体能生 那都是将来的流浪处 所以连这个身你都能够明白 所以最维系处连身都清楚 那才真叫真度众生 度诸众生 不但是在随缘的种种感受上面 你都知道是大觉心体的种种度量 你甚至于大觉心体所现的一切众生的现前处 你还能够知道度其身 明白其身 所以在这个上面你就能够体会到 他能够明白其身时 是能够入一切幻力的智慧 但是他明白之处就是他什么 他念念不能够在上面 以为有所利的心中的亲民 那就是根本的极尽慧 处处不利 那才能够亲民清清楚楚 你绝体天天都是这样用的 你本天天都是这样用 所以他讲说你本具一切如来 万德庄严 不是说我们心中本具是在你每一个念度上面 本来就具足 我们却不认 所以在这个上面 如果是知道时 那才能够知道后面那一句叫 后段烦恼而入涅槃 所以在如是的度量里面 他知道根本不住 也不处处不利 不利之中 他又不会去暧昧所有的一切 必定能够包容的呈现 所以他在呈现当下 就知道就是他当体的不利处 在不利处当下 就是他现在所包容的一切 呈现庄严之处 那这种境界就叫 断而后断烦恼 那这种为什么讲的这种境界叫断烦恼 这不是说因为我毕竟是凡夫 要用语言之中跟大家沟通 那事实上在心境上 你在根本不利处 是明白一切世间的种种呈现 种种呈现处 你就长处不利 事实上这些话就叫多余 那个叫做圆容一心 那这些话就叫多余了 但是我为了要让你们知道多余 所以讲了多余这些话 那事实上你要真正知道那个心境时 这些话都是多余了 因为当下就是嘛 那还有什么自己还在解释 什么从根本不利处 能够辨持一切呈现 集体就是绝 所以他根本没有什么 不会躲在任何的些许的剂量 歇息的触脑之中 有所处中 那是心体的原名叫后断烦恼 所以没有一点任何的心中的妄想的脑处 还在这边妄想不断的分崩自己的大决心体 那是真叫后断烦恼而入极灭 所以这个极灭是真极灭 是真极 他拧念之间 他是能够圆明一心的真极 所以这个圆明一心的真极 不必再跟诸位讲 还能够回头再能担当众生 都是多余 这些话都是跟谁讲 跟最初行者的时候 为了让他明白那个心中的道理时 所以用尽一切方便语言 用尽这些语言是让你去熟识这一心 当你熟识这一些心的时 事实上这些语言自然在你心中自然就削弱 你明白就是心吗 所以连你当下知道这一点语言中 这一句话说 原来我可以包容那一心 那一切心 那一切心其实就是这一心 这种语言 你在这个当下 你真正正到这一心时 这一句话都多余了 那那个时候就叫什么 平常性 那就是平常性 所以最初行者要有平常性入道 就在平常性入道中 他虽然有所思维 那有所思维是思维大觉体重的平常 要说思维大觉体重的平常 他才能叫做平常性入道 将来因为他思维大觉体重的平常 将来真正正的入世平常时 但是他是真正遵住平常性 真正平常性 那这个平常不是让你做平常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什么业力就做什么业力 那叫平常 平常性入道 我是小偷 平常性入道 我是照偷 平常性入道 小偷入道就变成大道 这样子 本来是偷变成道 叫入道 别关起来 能达到的道 所以那个平常 就叫你思维大觉心底的平常 因为你明明白 思维大觉心底的平常 所以你在任何的 现前的做一些观形上面 你才能够自知 自知惭愧 你才能够自己发现 你现在还在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阴生语言上面 妄想留住 不是没有阴生 不是没有语言 行者当然知道一些阴生 一些语言 在所有的一些归家的道路上 他当然明白一切心中的 像这个路径之中的心中的道理 但是这个道理必定是为了要 必定是为了成就归家 所以自然而然 他就能够在毕竟成就归家上面 他自然会消融如是语言 假如你要是不能消融如是语言 那你就不醉出阴地心中 就不是真发心 什么叫不仁消融 最后还抓着这个语言 以为有所得 以为有所得 最近看了勇家大师的郑道哥 他讲到心事跟法事成 两种犹如尽上痕 痕够尽除光始现了 心法双望 心即真 所以行者发心 都要在哪里去体会 在大决心体 心体现前处 你能知道一切心 你在一切心中 你似乎就能够解读 什么叫做决心啊 你在决心当下 你当然能够知道一些决心 所陈列的一切法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就是在磨练一个心者 他在磨练一个心者 念念圆容这些话的 圆会的 消融的 他不是让你抓的这句话 在死在上面 将直在 将死在上面 你真正知道心事跟法事成 心就是一切法的根本 法就是一切心中 便一定能够随缘的成像 作用 久而久之你就自然不住成 也会不住心嘛 因为心陷前处就是成 所以不住心不住 陈陷前处即是心 陈不住 在心陈都不住时 他明白一切心陈 叫光实现 叫做 两种犹如尽上痕 痕够尽除光实现 作用如是 光实现 所以这才能到心法双望 心法怎么双望 不是让你刻意这样做 我要忘掉心 忘掉法 你怎么忘 只有外道才是讲这种话 在那边开玩笑 什么心也空 法也空 怎么空 心空 法空不是断面 那是一个真正佛门弟子 觉醒者才能够知道 什么叫做真心空 真法空 那是在大觉醒体上念念观察 大觉醒体上念念归家 那种功夫啊 觉体上能现一些心 现一些法 但是极心极法 极法极心 所以在法不住心 在心不住法 叫心法双望 在心法双望 觉体大明 叫光实现 觉体大明 他可以道尽一切 心心法法 那你说他住在哪个心法中 他根本是住在觉体上看一切的 住在觉体上看一切 能够辨析心法 你住在心法上忘记了觉 那心法就成歧途 那叫光实现了 这是过去汉传佛教祖师的道理 所以念念之间就要在教理 要细一些行者 念念就在大觉体上直下思维的 你要是不在大觉体上直下思维 你根本就连变因菩萨这一章中 所讲的一些修行 你都不知道下手啊 想了那么多明像 什么他三末波提禅了 你就只能听听明像而已了 幻想如何 你念哦 什么他我修致敬 然后我要怎么样敬 你其实这一些心中的每一个念头里都 躲在明像中 什么他致敬 全躲明像 都是着想修行 那你如何不躲明像 你在什么他是看绝体之中的什么他 至今你是要明白大绝体中何故 能够明为至今 那都不叫着想 那就叫戒相 明像修行 明像正真 明白戒相正真 所以这才叫做古德讲的直结根源佛所应 当下直结根源佛所应 摘业寻知 我不能 要发这种心啊 还在那边摘业寻知 还在那边不断的浪费自己的光阴 我们都这人生不过数十载 数十载是骗人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能活几载 对吧 数十 数到底是什么个概念 不知道 刚刚今天讲完 明天鞋子我就穿不上了 数十载 数十已经过去了 但是你要是浪费这个光阴 光阴永远都是背离心体 根本念念之间 这一生中年一个大绝体中想要回头去观想 回家的发心都没有 你还在一切冥想之中不断攀岩摸索 什么叫做 甚至于你以为那叫佛法 甚至于说什么西方说什么 你还在这个上面不断的妄想流浪 那就是辜负族义 辜负佛义 所以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先要教导一切行者 你你之间知道什么知道万法违心 当你知道万法违心时 哪怕是念一句阿弥陀佛 讲一句西方 你都知道那个西方跟阿弥陀佛建立何处 那是根本心性中的建立 你要是真正知道是心性中的建立 你没有一个行者会怀疑我到底去得去不得 去得去不得 去得去不得就问你建立不建立 所以他能自身惭愧 不是在那边盲目问去得去不得 去得了西方 去不了西方 你知道是绝食 你就会知道他是在四心之中的建立不建立 我念你知道大觉心底的无量寿 无量光 那是真供佛处 真供养佛明处 你念念在一切感受当前 你看到都是什么诸佛的名号 什么叫诸佛的名号 你过去看到都是一些念头 将来你在念头当下你都会体会 那其实都是绝体的随缘成性而已 过去是在众生念头之中是凡复明号 可你要是真正看对 凡复明号就变成了供养诸佛明号 那叫真供明号 这明白一切就是华言经中讲的如来名号 就你能够明白供养一切名号还 这样的解释可能大家会听不懂 我讲一个辟语好了 佛门之中要假借很多的辟语 跟大家不断的沟通 就讲到一个画家 因为他真正心中要是 真正发了那个赤神心 念念之间 真正是心中念念深入如是自己的这种 作画的这种兴趣 身心纯熟时 他能够走到任何不同的国度 不同的环境里面 哪怕是他听一张乐 听去听音乐会听一篇乐章 他是画家听的是乐章 他念念听到那个声音时 他启程的是图腾色彩的呈现 他能感受到 他随那个音声之中 能够感受到心中那种图腾色彩的呈现 这是什么意思 这叫做念念之间 他已经入一个画家 看到一些法师 入到画家的名号中 他是例如是名 能够见如是像 所以华音经中讲的如来名号 也是告诉你 你真正懂得决心时 你要看尽一切奇迹动念 哪个不是你根本的如来明 如来现象 那才能够明白如来明号 就是你一个决心者 你都不能够在一切奇迹动念里面 你体会每个念头当下 其实那就是大觉心体 那叫见如来明号 那你能够见到如来明号 那就知道无量光 那不就是无量光吗 哪个不是如来明号 那你将来你还会住在烦情的气氛上 不是吗 你看到烦情的气氛时 你就明白那无量光的根本大觉的性德担当 所以你到底是住在哪里 你会慢慢发现 你住的就是这一念无量光的智慧的性德中 那叫净土 你站在如是的净土 再看世界 再看娑婆 何处不西方 你才知道真去西方 那你还要怀疑去与不去 所以那要是不是的话 你其他都叫宅业寻知 都叫宅业寻知 那都把一个真正解脱的大道 真正召见自己根本面目的大道的法门 判成了一般民间信仰一般的 微微曲曲的求所求祭 所以才叫末法 真正叫做佛法末世 真正叫做可惜 真正叫可惜 所以我说师们弟子 有这种如是的责任 有如是的责任 所以你要真正发了这一念心 因为我刚好在这两天 一直听勇家大师的正道歌 所以几乎都抄了一大堆他的正道歌的东西 你要真正发了这一念心 叫做上世一绝一切了 忠下多闻多不信 这是勇家大师正道歌的字话 什么叫上世一绝一切了 你真正发了那一念心 你在如是真的发心 上世就是你真正发出 如是知诚恳切的 必尽的大愿 这个念心 你若是发了绝了 明明白白决定如是发 你自然就能够深入一切善法 你自然就明白一切道理 叫一切了 叫你不肯发如是心 你现在还在犹疑 还在沾液寻根 寻知 那叫忠下 虽然有回头的心叫忠下 给你道理 给你摆在眼前 你多闻多不信 所以上世不是要讲说 别人一定是哪种根据是上世 就是你发不发如是愿 忠下你也不要老是把自己 不断的委屈 逼迫使自己自己愿意 甘心陷在忠下的明子中 那是让你惭愧的 你怎么还不发心 所以你自己就能够体会 你心中的上忠下世 你躲在哪里发心时 什么样的心境 他就会自成阻隔 自成障碍 死亡的心境 他就自然破除障碍 破除过去的一切 委屈之间 那才叫永家 你才能够明白永家二字 你心心真正明白 那年行使才真知永家 所以讲说 但自怀中解构一 行者只是在行着自己怀中 解自己过去 你还在妄想 在决体当下 你还以为 你披着那个缘起的皮 你还以为 那个就是真实 你披着那个缘起的外衣 一些感受的外衣 你以为那个是在上面 抓着那个上面的感觉 你以为那个叫做下手处 那你说他不在这个上面下手 行者在哪里下手 所以真正的觉醒者下手处 虽然没有离开现在的缘起 但是行者的发心愿心之间 绝对不同于一般众生 也不同于现在你们听到 一切以为的外道说的佛法 你当然还是在一切根成之中看的 但是你在根成中看时 你是明白觉体啊 你在一些感受之中在不断的思维 在不断的观察己心的 可在观察己心之时 你是在担当觉体的根本面目嘛 所以你不是在任何的声音上面 有修 无修 事空 事有上面说修的 你在空跟有中的心中的感受里面 你要明白觉得空的是谁 你根本不落空或有的任何的造作 不是因空说修空 不是因有说断有 他不在有上断有 他不在因空中正空 他是能够觉空的是谁 所以这一念心中绝空之时 他也不是空 为什么不是空 他不被空来空 所以他不是空 他绝有之时他也不是有 为什么 因为他能够骗之到一切有 骗之到一切有 你就不能拿有来量他 所以他不是有 这是行者的下手处 这个思维是绝对不同的 那是根本不同的决定心 那是完全不同的决定心 这叫入极灭 这将来必定能够入极灭的 这心中的智慧 为什么叫极灭 以一切妄作皆习 你现在可能搞 大家还没有办法体会那个妄作 就是一切你现在的起心动念 只要有些微现前处 你被决的这种业力都喜 任其现前你都知道是决 不爱他任其现前 不妨碍他任其现前 他处处知道是决 处处知道是决时 决体现处也是决 决在现决根本无作无为 那当然叫做极灵 所以在极灵处 他能够明白一切众生界 清楚一切众生 镜子正在现千变万化时 在现一切青黄齿白变化时 镜子是最极灵处 你站在镜体上 他从来没变 现出青黄齿白 也是镜体现青黄齿白 没有镜体现青黄齿白 青黄齿白 他自己不现青黄齿白 当然用镜子做比喻了 我突然想到 有人就说那镜子不现 那外面有青黄齿白 镜子是还有一个对照 决心他是没有这些 在比喻上的这些障碍 因为你能决处 他其实都是一决所起的 那根本没有什么所谓 对照不对照 你觉得有对照处 你觉得对照处 都是绝 所以也从来没有心外缘 能为心所缘 所以那才是真正明白 所以讲到要众生 要是在这个上面 要不明白时 回头修行 还在住相不失 你就算住相不失 以为有所修行 以为有所精进 对吧 像刚刚那句话 还是忘记 没讲完 但自怀中解构一 把这缘起的构一放下 这污垢 污垢就是染灼流转 还在随到染灼流转 在上面不断的 在这边妄想 还在这边 回头还在这边做 种种伎俩 谁能向外夸精进 你还会像谁说 夸精进 精进是什么 你还有一念精进 就表示什么 你还是被绝说精进 你真正知道是绝食 绝要是起出这一念精进化 起出这一念精进的声音 他都知道是绝 不妨碍他起精进的声音 当你明白是绝食 精进的声音自然叫寂寞 默然 不是不知道 但都默然 清楚 因为他不会在精进上面说精进 他是在绝体上面知道 这一念精进现前 这一念有这一念的精进现前 精进为什么会现前 众生相如是 什么叫众生相 绝体入到如是的气氛 他随那个缘起 他自然呈现如是的念头 那呈现如是念头时 他都知道是绝 他早站在是绝 所以他一样寂然 就好像镜子 他一定能够照黑照白 照黑照白就是如是 镜子在照黑照白 因为他就是如是 镜子又永远寂寂 你忘记了进体 黑白就有种种的狂想 你知道是进体时 黑白就默然 决心就已久就是了 所以你不知道是你住相不失 你最多就是天佛 现在还有一些人不是住相不失 那是着相在那边 狂说佛法 妄说 那只能躲拔舌地狱 什么有相无相 无相练佛 这一听就知道 不知道人以为在讲很神妙的法 一听就知道你根本不在决心上 决心无所谓有相无相 决心必定明白有相无相 决心你不能拿有相证决 你也不能抓到一个无相说决 那才叫大念佛 决心就是有个无相可以说无相 那无相就是有相 因为决心起了一个无相的相 不是有相吗 那决心既然是无相 你何必还要更立一个无相念佛 那见到一切有相时 不就已然是无相了吗 因为决心是无相吗 你去哪儿这边跟一切过去的 净土的行门 所有的祖师在那边 拉在那边缴绕 狂惑一切净土行人 让他躲在那边 他变成不是好好念这句鸿鸣 念一句阿弥陀佛的鸿鸣 你若是不带杂念 心中说是成名时 成庭时 你照见山 山都会活在你心中 所以有一些凡夫众生 有些刚开始讲一些道理 他不见得能够体会 所以先叫他进心 先进下来 因为心进下来 自然就会有什么 有成庭的这种反照的作用 所以当他念山之时 他自然就知道山的道理 他念圣人名字之时 他就知道 过去我错念如是名 错用如是名 但现在不是啊 你却在一切众生 这唯有如是 只有这一点点善根 一点点善法 才能拔起他的这个当下 你却用尽一些方法 脚落他有相无相 再怎么念 什么他力自利 叫他念 结果他都不是念佛 他都在念无相 我无相念 我很了不起 我无相念 他这一辈子没念佛 就念个无相 他在念阿弥陀佛 也是看到那个无相 我好了不起 我无相 这不是脚绕吗 你在看大山时 你还在那边解释 我大山要无相看大山 我看大山 我一定要告诉自己 我无相看大山 我告诉你 你看三大二生七七三 一点感觉都活不到你心里 这叫害人 这就是害人 所以你就知道 古德有一些 有一些诗句 有些我们要读很清楚 要真正明白一些道 稍微了解一些道理 你再来回头去看古德这些诗 你会发现真正 他在你心中就是鞭策 所以一切感受再强烈 你不管能够找得到 找不到决体 甚至于任何烦恼现前处 你都要记住古德这句话 勇家大师这句话 假使铁轮顶上悬 定会圆明终不实 铁轮就是任何感受最强烈处 这是大家共同共勉 彼此期许 我也是在听了这句话以后 我自身惭愧啊 有任何人骂我 或干什么 或是任何觉得不舒服 任何气氛现前 你就告诉自己 那就是铁轮顶上悬了 你不要刻意把铁轮拿掉 你在铁轮顶上悬时 你要告诉自己 绝对铁轮的是谁 要念念旧他 旧路还家 凑处不要忘记了圆明处 叫定会圆明 终不实 永不实 也是中不实 这是功夫 这是行门 你不要等到说将来 有一天要中不实 才中不实 你现在行门 因地心中 就要中不实 因地心中 你都知道是中不实 那一切感觉现前处 你当然就有激进会 你在这个激进会时中 你当然知道一切感受 铁轮顶上悬你都知道是绝 那任何感受 你当然能够担当 这叫激进会 这叫做断除烦恼而入即灭 所以此菩萨者 明先修蛇魔他 中修三魔波提 后修禅那 所以要让你知道 无事的智慧信德之中 它是让你先知道 决体的根本的蛇魔他的激进 在激进会中若是 你是真正念念痴诚恳切 就在这一心的激进 他能够负其欢利 能够深入的 假如不是 你在修的是什么他 就修的不是大决心体的什么他 你是抓着名字的什么他 所以觉得没有真修如是心的人 在这些冥想上面给他什么种名字 开始下手时 他会自己还在拿这些名字 不断的做自己见到决心的主张 障碍自心 只有修心的人绝对不会 那会的人是谁 就最初根本不是修心 解释就是如此 这么简单 才有妄想一大堆名字 才有妄说大圣非佛说 大圣是不是佛说 他都解释出了 大圣是不是世尊说 他看的都是冥想 那这种人真的要圣人 要是圣人若是不在 这种人就永远不能见圣 那大圣是不是佛说 佛在哪里说 佛就在这个如是大原决体上 所谓称谓的 所以大圣是不是佛说 什么叫大圣 心量的根本 圆容 包容处 他必定能够立一切众生处 决心若是你真正知道绝实 他就是现出一切众生相处 镜子你明白是镜子时 他就是光鲜一切尽色 亮丽处 他就是立一切众生处 而且这个字你明白 镜体当下 他光鲜亮丽一切尽尘 镜色时 他从来都什么 不会让镜色 在流转在种种怪力上 因为他都知道是镜 所以这真叫拔度众生 所以你没有这个功夫 你没有最初的这种思维 你念念都以为都是在什么 大圣非佛说 都不是在绝体上体会 都是以为是世尊说 所以世尊现在不在了 你就没有办法说 世尊到底有没有说 对吧 谁听到世尊有没有说 我老娜不能一棒子把他打婚 那请他一棒子把老娜打婚 因为老娜不想生气 你帮我打婚 我懒得看到你 所以这种人就是要狡辩 那是真正体会那个决心的作用 你念你之间要知道这个大圣 这个利益众生处 其实就是绝体的面目嘛 这种人纵然你现在身在不逢 没有逢到佛出世 你但是念你之间还是思维如是圣性 将来你再出世时 必定会逢圣人出 像那些这样妄想的人 他将来生生世世难逢圣人 心中都不中圣人种的 所以那怎么会是大圣非佛说 你自然就知道大圣就是绝体的面目 那一定是绝体所现前 绝体所兑现 所呈现 当然都是佛说 所以真修心的人 他就会在绝体之中 他念你之间如是思维的 所以古德 尤其是汉传佛教祖师 都是在这样的根本的智慧上面 本来面目的智慧上面 为佛们立下种种的道理 帮助一切末法的弟子 为他建立种种归家的方便 给他一个指 依循 给他一个指尘 指标 所以过去讲的什么很多名字 现在方便就是讲几个屁语 讲几个屁语 那你明白屁语可能下面几段呢 就会比较好说一点 我们常常讲六极 六极佛 大家都应该会明白六极 天台讲的六极 礼极 名字极 观形极 相似极 分正极 还有就近极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 那这些六极在哪里思维六极 那不是只是在道理上面说 礼极 名字极 那礼极我们众生本来 道理上我们都是佛 都具足佛性 你只是这样子解释 解释完了以后 在你心中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既然是行门 行门中的解释 它念念之间就是什么 就能够激发行者念念归家的心中的智慧 启发行者念念归家时 念念之间心中再能够再也没有怀疑的 种种的坚决坚定决定心 六极在哪里说 六极在你每个念念之间说 每个念头当下说 所以先不讲念头之中做辟语 我先稍微拿一段经文 拿华言经中的一段经文中就讲六极 华言经中第一卷 会在传言经中七处九会 几乎有几会都会讲到 一时佛在摩羯提国阿难若法菩提场中 事成正觉 这句话不知道大家有读过吗 因为我是送华言的 当然知道这句话 这意思告诉你华言最初告诉你大学心体时 第一句话你就要从这六极上 就可以明白到六极 为什么要让你在第一句话之中 你就能够体会到六极 事实上你真正思维 过去古德 中国这些祖师 他在每一个作用上面 念念之间不违背大学心体的 那种发心智慧 你在每一个念头上每一个文具上面都能够知道大决心体 每一个当下念头上面的发心 决体的智慧 你这种人才会在一切念头之中随起一切念中看到决心的作用 看到决心的作用你才能明白六极 一时佛在 一时者 理及佛也 为什么讲一时理及 因为这个一时一定是在哪里说一时 一时一定能限一切时中才能说一时 你不能限一切时怎么能说一时 那一切 因为能限一切时 所以你才能够明白就是这个时量之中所限的一切时 所以它叫一时 所以这个之中你就能够从一时之中一切时当下能够看到 就是这个大决心体入种种缘起当下的种种时量脉络 决体之中的脉络文路清楚 那叫理及 那就是理及 脉络就是理 理及佛 你在这个脉络之中都清清楚楚 你当然就知道一切众生根本上面就有大决的脉络 你为什么就有大决的脉络 因为你就根本就在一切众生随缘所呈现出 那叫一切时处 你都知道那就是大决必定能够应援当下的那个一时处 那叫理及佛 所以光讲这一时你明白那个理及时 你是能够看到现前每一个念头呈现出 佛在二字明子即佛 在大决心体根本不必立决 就是在种种现出一切处时一切时处 它处处可以立种种决的名字 事实上根本大决心体这个决体之中无始不在 你根本不必立在 他也不他也不会不在 他不是在众生的之间上在不在上面 你才能分别有在不在 那为什么要现前说佛在 那就是在应一切众生像中 在一切作用当下每一个缘起当下 你都知道是佛了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在每一个缘起当下 你已经体会其实它的名号 你已经不是躲在众生的名号之中看到一切缘起 你已经然换了一个面目 你看到都是诸佛名号 名字即佛 佛在 你在看到时 你看到都是诸佛面目 都是觉体的面目 什么叫觉体的面目 就是你站在觉体的明目看一切 叫明号 就是如来明号 你要不知道这个如来明号 不知道诸佛明号 你还不懂得世间一切 圣地了 枯极灭道 你都还不能知道 因为你知道那个明号 明目 所以你才知道 明明是大觉的明号明目 为什么会现前时 就会起成种种的韵量 决心随缘一定有韵量 它能够起成种种缘起的韵量 你站在决心看这些缘起的韵量 也就是你站在如来明号看一些 缘起的韵量 那韵量就是觉体的呈现而已 但你忘记了如来明号 你不站在如来明号之中 说这种韵量 这种韵量就是什么 最初的苦运 忘记 就在这个苦运之中 明明就是你大觉明号的这种韵量 可你却在这边起身种种渲染 忘记 在这个上面起成苦 在苦中就一直不断的追逐这个渲染 忘记 就变成了极 极地 你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些苦灭苦极 因为你站在大觉明号才能知道那感受 你站在静体你才能够感受到 静体随缘现色时 那个再黑再白那种渲染 然后才能知道再黑再白渲染时那种韵量聚集 你要是不站在如来明号 你连苦极二字你都看不到 当你看到苦极时就是灭 就是心中你知道原来就是如来明号 那心中从此以后清清楚楚的坦然 担当啊 那就是灭 所以你明白正这个灭时 清除大觉心体根本原来法相如是故 它根本不是在元气上面在流转的 当下的清明这个灭中 才能够再回入一切娑婆 那是道 才能够担当一切变化 那是道 所以你自然才能够明白四圣地啊 所以你忘记了如来明号 你就根本什么 你根本就受流转 所以你要在哪里说明子极 你在一切念头当下你知道他是觉佛 明子极佛 明子极佛就是当下一切感受之中 你知道是觉 就在这个上面还有一个觉 就是明子极 下面是极 下节课再极 好 好